我只要不止蝕,我就不是輸 這樣嘛,很多人玩股票都是這樣 我坐到尾,我就贏的 我不止蝕,我就不是輸的 大家好,我是Henry 上次講完怎樣分配時間 就是我們每一天用什麼時間 或者用什麼原因去分配自己的時間 去嘗試在市場上找些機會 因為你每一張單,你不是亂按 上一條片講了 那這次就講一下,止蝕啊 那什麼叫做止蝕啊? 止蝕就是你的單在你一個部署底下的一個保護網 譬如好像我經常這樣講 如果有一些位置,它過了它就不是那個位置 它就不是那些方向 那變成我們怎樣在那個位置防守呢?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死線 就好像,如果你去到懸崖邊 你都是要被人推下去的 那你就會掉下去懸崖的 那如果你在那個懸崖邊那裡透航 那它就不會推下去了 那變成,你唯有小損來場 只可以這樣,就是我覺得可以炒東西的世界 不可能說,將一張單都中 或者將一張單都給你一個目標去到 有時候不是這樣的嘛 所以我經常講,減倉啊 收錢啊 大家賺真錢就賺得更安全 因為你真的,真的 你要當它是一件認真的東西去操作的 那當然如果這個是認真的東西,就一定有些技術的 或者是一些心態的 那止損呢 是一個很經常發生的事情 我經常都止損的 經常都止賺 經常都減倉 經常都收錢 就是這樣 那你炒東西的時間 很多時候,中止蝕 回頭 中止蝕 回頭 你有沒有聽錯啊 經常都是這樣 你一定試過 我中了止蝕 回頭 那我覺得分了兩個部分 第一 第一 是你沒有看過那個位 你純粹找那個位來做止蝕 你沒有想過 為什麼那個位要止蝕 那第二 就是我覺得 你看完 它真的中的 真的差三號之一打了我的 那其實你是對的 那就是那個位其實是一個保護網附近 如果你是有看過位的 有畫過線的 有畫過那些死線 支持了你在哪裡 我教過一些工具 一些想法 如果你是明白多了 你是要知道的 或者你是 怕得多了 就像我之前那些片子那樣說 就是怎樣反給啊 再做啊 什麼位置放防守啊 其實我有 最近幾條直播都是這樣說的 那如果你是想過的 如果真的打了你 或者是剛好掃了 你 譬如你千百元 紫蝕 他去了一千八百零五號 那 那 不是你錯 不要經常覺得自己錯 就是你的想法是對的 那個位就是死線 只不過有時候真的可能欠一毫子兩毫子 那下次就比闊一點去咯 那有個入市位 可能再保守一點點咯 這樣想的 你不是說 經常都說 他打了我就回頭 而這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東西重複多了 打了我就走 不如我不止蝕 不如我完全不懂得止蝕 算了 這個是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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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 你是不應該有這個想法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有些人會說 擺了我就會中 我不擺 我就不中 那我不擺算了 那些人是這樣想的 或者是 打了紫蝕難受 很辛苦 可能真的輸去2%而已 這樣 那都受不了的 那他唯有不設紫蝕 這樣就放風箏 這樣 每人輸了一入市就放風箏 又出來飛 這樣 如果你的風箏是沒有線的 都很難會跟著你 想的方向去走 或者去保護 就像你玩那些無人機 玩那些航拍機 飛了很遠 真的回不來 可能 你這樣去想就行了 你的無人機是有沒有訊號 我們的風箏是有線的 我們怎麼也能扯回來的 即是輸了 我一定打回來 另外 輸了一定是有限數 我不會亂去 喂 一下子轟下去 我輸了三成這樣 贏少輸少 贏少輸少 可能你整個星期都是這樣的 而你想一下 為什麼你的位置這樣看 這個是覆盤的過程 這個是畫圖的過程 但是你的心態就是 你不會因為這些小損 小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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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過程 在反覆反覆的時間 你又覺得自己是不懂得玩 你是不懂得想 你不是不懂得玩 你可能會玩的 但是那個圖真的 很不知去怎麼走 如果你真的 遲了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反覆反覆 那又怎樣呢 那又有什麼問題呢 那是不是 市場每次都被你順著 拍拍拍拍到 有時候不是的 那變成了 擺止蝕 是我的習慣 你自己介入我 數入的嘛 不是我叫你止蝕 你都不止蝕的嘛 不合理的嘛 很多人炒東西 就是因為他不止蝕而輸多了 在這個贏小輸小贏小輸小的情況下呢 我們有時候會連贏啦 有時候會贏一些大位 吃光整個浪啦 有些朋友仔 他是會在這些時候 贏小輸小 贏多的時間 他整理著輸多 那他就玩得不開心 因為他打擊他自信嘛 本今其實你去發發一下 其實很正常的嘛 炒氣就是這樣 你就是等他有大波幅的時間 bomb 中就是不中 中就不中 那就是永遠都是 輸就幾元 贏就幾元 或者十幾元 或者二十幾元 所以我常常叫大家減倉 有時候不要一下子收了錢 就是雷 當然是我在一些小群組才會跟大家說 就是在直播 我有機會就會提一下 就是那樣講開就會提一下 也都現在提一提你 有時候叫大家減倉呢 不是叫他立刻收錢 就是叫他收低 然後其他讓他飛 而你推到止蝕 那就是你risque free 去保護你 回頭你不會輸 但是贏 可以飛到無限遠的 這樣去試的嘛 邏輯是這樣 我不管你玩五分鐘圖 不管玩一個鐘圖 不管你玩長線單 都是這樣想的 那相反 不止蝕的人又會怎樣呢 或者心態又怎樣呢 就是說 他因為有時候會中了止蝕單 他不開心 輸了少少錢 他不開心 那試一下下次不設定 這樣 或者有空才去設定 那有些人是這樣玩 他設定了警告 在圖上設定了一個鬧鐘 就是度假去響機的 那一個玩法 就是說可能破位 那我教回落回來 反彈之前 你就應該走了 那這些是一個玩法 如果不是的 那你設法子蝕咯 但是最怕的就是你玩那些 喂 我不止蝕我就不會輸咯 我玩一些 也就是大大法咯 我只要不止蝕我就不是輸 這樣嘛 很多人玩 股票也是這樣 我坐到尾 我就是贏家 我不止蝕我就不是輸家 這件事是不好的 這個是不好的想法 我覺得 贏少輸少 贏少輸少 這個是很正常的 我相信 上學投資後 就是想跟我去明白 其實去分析 或者做教育的人 我相信你都要明白這件事 我們為什麼每一張單都放止蝕 是不是因為我 怎樣怎樣 還是因為 這樣是錯 其實一點都不是錯 我們每一張單都放止蝕 放個目標 就是說這些範圍 我們就要關注 是不是要保護 或者是不是要提早離場 這些是個人的選擇 我可以做的就是給你一個想法 這個mindset 底子你告訴你你要這樣做 你怎樣去入場 你按或不按 譬如 我有時候是這樣想的 我沒有決定 入還是入 走還是不走 我儘量讓自己用30秒決定 就是這30秒裡面 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輸就輸 之後打贏就贏 這樣 你覺得它似了破位 那些是30秒內 你都決定好了 如果你真的說 你想逼自己 做得快一點 做得好一點 那你快決定 那當然心態的事情 我經常都說 斬就斬 反手就反手 做就做 但是今天想說的是 止蝕 令你規避了你過大的風險 令到你可能 你現在好不開心 誰知道你下午吃個T 做下一張單位就贏了 打個平手 那你就會開心 那時候就是這樣 但你要明白的事情 就是你先不要重手 第一件事先不要重手 如果你有真錢 千萬不要重手 你不是要用你的真錢去轟下去 令到你有快感的 你可以輕手不斷打 你很有快感 很喜歡按鍵 出入那個位 其實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打Pocker 是這樣去 去 即是用投資代替了這件事 因為他知道 這件事是有方法的 而 他知道同一個理念 就是博弈 高概率運作 這樣打不斷打不斷 所以有些人是喜歡出入場的感覺 很坦白說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分享 有些人是這樣 很喜歡按鍵 出入場的感覺 那你就玩短一點 你試試挑戰一下自己 一天賺2元 我要賺3張 賺6元 或者一天賺1元 一張賺1元 我走入走走 挑戰一下自己 你找些不同的方法 給自己去練 去練那個動作 我1元就走 1元就走 不對就立刻離場 這樣給自己練 賺錢也可以 這個沒所謂 因為你紀律執行 如果你是認真對待的話 即是你說 all in or nothing 那就算了 沒所謂了 如果你是 真的想做好 而這個是你的真實帳戶 你要努力去做 每一張單 設置止褫 是需要的 是必需要的 這是我的建議 不要說 我不放 我就不會輸 我放我就會輸 所以我不放止褫 絕對不是這樣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不應該的 你做日常運動 日常運動最重要是怎樣 靈活 還有快 你今天做不到 試一下明天做 明天做不到 試一下下個星期做 下個星期做不到 試一下下個月做 不斷令自己快速地決定 練習一下自己快速決定 因為很快追得回 就像我這樣說 少少的輸 我一定會打回 因為我們不是捱得遠 不遠都是 5元來搏 5元來搏 我搏5元來搏 我搏5元來搏10元 買得搏25元 在這個納磅 這個合逢之間 就贏錢 就是這樣 所有都是這樣 所以認識風險 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說 我用各種例子 每天的單位給你們聽 設置止褫 原因在哪裏 怎樣擺位 怎樣保護 為什麼你要保護 因為 那個位置完了 就是完了 你不需要捱的 就是這樣 我們是玩黃金的 玩技術分析的 有些位置 穿了就穿了 那市場就是這樣 no compromise 它不會張就你的 它一定是去一去的 就是這樣 不要捱價 試一下短點指示 然後試一下站回來給我看 這個是我希望你做到的事情 或者是希望你明白了的事情 無論你炒什麼都是 儘量試一下 不要躺身 還有 試一下不要捱價 而捱一些沒有意義的位置 當然你要看圖 那希望我這條片幫你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加入我的 Telegram公開頻道 在下面 資訊欄會有的 那繼續努力 一起講講時間 下次見 拜拜 這條片是上次 那段時間一起拍的 大家努力 拜拜